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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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粮食在部队顶多也是四五天的 他们常常派人来等粮食 我很难办呢 这不是司令部的协理员吗 对 她是给司令部来垃圾养的 司令部一般情况下配多少粮食 这不一定 有了就多配些 最少也不得少于半个月的 比司令部队可多得多呀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黑洞 专门卫生口的 这可是好东西啊 把它砸碎了 与小敏在一块煮 我们可都吃过啊 协理员 刀 把配给司令部的粮食全部削掉 换成黑洞 彤总 这不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钱现在占什么能吃 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啊 就什么办 为了贯彻中央军委 关于主力散留内线 肃清清剑紫长 沿川沿长之敌 出击粮草准备打圆 而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 也是决定分兵在内外线配合作战 以一纵三纵 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 继续在陕北执行作战任务 各个见面 延长延川和清剑等孤立据点之敌 以二纵四纵转入外线 开辟黄龙山区解决粮食困难 并钳制西安可能增援之敌 配合主力内线间敌 因此各部队都要派出小谷部队 协同地方 保证主力部队的粮食供给 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扼着肚子 和敌人作战 我们绝不能让战士们扼着肚子 和敌人扼着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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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再向山北的老百姓要粮 这可是个原则问题 谁违反我处分谁 是 旅长 程总 旅长 我们独立营什么任务 上次你们往榆林送粮非常及时 滕总表扬了你们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 搞好粮食引输 保证主力部队及时得到激昂 旅长 我们是野战部队 怎么又搞粮食啊 你们这次是彭总点的将 纵队主力开到外线作战以后 你们归野司直接领导 旅长 怎么 归野司直接领导你不高兴啊 不是 旅长你看 我现在是教导员兼代理营长 我接受这样的任务回去 我怎么向战士们交代啊 谁让你们是独立啊 是机动部队 要告诉战士们 不要以为后勤工作就不重要 打主攻才是英雄啊 没有粮食保证 主攻部队就无法作战 我相信你这个教导员 是能够说服战士们的 还有 你们赢的重机连 要暂时抽到作战部队 你回去安排一下 重机连 预长 这可不行 王长德 你在总部工作过 应该知道彭总的脾气 有意见向他提起 我也是执行命令 是 坚决完成任务 周厅长 喂 上级已经批准苗镇暂时留在野战医院工作了 过一段时间啊 他不来看你的 啥 不用了不用了 什么不用了 看把你怕的 人家现在是咱们自己队伍的人了 我怕杀了我 你怕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觉得呀 你应该感谢人家 谢护士 你看我这生理好得差不多了 我可以出院了吧 你能不能出院得院长说了算 我呀 没这个权利 那你可以提个建议吧 能不能不动我给你换纱布呢 你 骗鬼去吧 你回到部队是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 谢护士 你看我是不是该出院了 你跟着起啥祸 你是腿伤瘦伤不能走路更不能出院了 就是 谢护士 那就是我很有可能 你怎么能老实点给你缠纱布呢 大友 谢护士 厅长 气色不错呀 老虎哥 虎腿好点了吧 好多了 马全友 到 你看咱们营长现在多够级别 谢护士给亲自换药 那你想要咱俩换吧 就好了 教导员别跟他说话了 一说话就乱动了 就是 听见没有 不许乱说乱动 马全友 你大望好着了吧 好着呢 前两天呢 教导员还在大会上表扬他了呢 说李大望的检查呀 做得最深刻 好 满全友 到 出去 是 肖当远 我大望犯什么错误了 大望也没犯什么错误 没犯什么错误 要在大会上做检查呢 老王 大望 大望咋回事 就是打沙家店的时候 要打上两个俘虏 大望 功没力下 法刀犯错误了 小花 你也别先急 其实这件事情 不完全关于大望 教导员 李大望就是个二不愣 你不用替他扯我 李大望就是个二不愣 你不用替他扯我 我军第二年的作战 基本任务是 举行全国性的反攻 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 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 在外线大量坚敌 彻底粉碎 国民党将战争 继续引向我解放区 进一步消耗和破坏 我解放区的人力物力 使我不能持久的 反革命战略方针 陈械兵团出击外线 流动大军挺进大别山 这样都是毛主席 全国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小段喝水 老王 你别扯那么远 你就说 咱纵队是啥任务 当然是外线作战 出击黄龙 开辟新的解放区 还好呢 那咱独立营是啥任务 咱们营的任务啊 非常重要 我今天之所以来看你们 是因为部队马上要出发 要好长时间见不到你们 那到底是啥任务 小段让你快说吧 这任务是啊 野司直接下了 彭总亲自点的酱 你想急死我呀你 都是咱们干过的 运粮食 运 运啥粮食 就这任务啊 咱们不是没运过粮食 那可不一样 不行 我得出院 独立营照你这么搞下去 非给毁了吗可 大友 你这讲什么话啊 王老虎你给我坐下 你腿还没好呢 我就好了 我说大友 说毁了那是 那是亲的 你想吧 打这个沙家店 我们独立营都成了预备队了 又出了什么李大旺啊 打俘虏的事 现在咱们又去运粮食了 我不在的期间 你都搞了些什么呀 照你这么搞下去 咱们独立营 那还是野战军吗 那不完全就是 民兵游击队了吗 功没预算 反倒背影的蠢子 大旺打仗勇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呀 他一定能立功 而且能立大功 真的 我相信 你看 你们外人都信了 那自己人 咋就不信了 院长 我们可等了半天了 周院长 你已经是第二次 带着你的兵 来找我谈这件事 你自己看看 他们有的拄着拐 有的吊着胳膊 你说说 他们能出院吗 谁让你们都来了 我回去回去 院长 这伤没好事不能出院 可我的伤已经好了 我的腿脚又没问题了 你说的是内伤 比他们都严重 好了 大勇同志 带着你的人马回去吧 该让你出院的时候 你不想走都不行 不该出院 谁来说也不行 来 我可跟你们说好了啊 走不了路的就留下 能走路的 今天晚上跟我出院 院长 可院长没同意啊 你等他同意 那延安早就收复了 还轮得着我们打仗 再说了那个教导员带部队 我不放心 还不让他把部队带怂了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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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护士 谢护士 你们先回去 我跟谢护士说点事 好 好 走了 院长 小绳子 你也走 我可不能走 跟谢护士有很重要的事要说 行了 你回去吧 没事 有啥事吗 还得背着人说 这小子 什么事啊 谢护士 咱们这边说 走吧 叫点人 老虎哥 老虎 又碰钉子了吧 这不习惯了吧 那你就好好养伤吧 营长呢 营长 营长 在那儿跟谢护士说话 谢护士 班长 小虎子 营长和谢护士说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他们俩还不让我听 不让你听 又不知道他搞啥命呢 老虎啊 转告营长 我就不等他了 回部队了 是 同志们 把我养伤吧 是 走 走 走 谢护士 你坐 什么事啊 搞得这么正式 你先坐吧 小虎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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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哎 哎 小虎子 什么呀 事长 我知道 你给我输了血 是在我昏迷不行的时候 为了救我的命 你输血给我 苗珍也给你输血了 那不算输 他是要输给你的 你又输给了我 我只认你 不认他 给商员输血啊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不 不正常 我不是说这件事情不正常 我是说你给我输血不正常 不是你 不是你给我输血不正常 我的意思是 我 小护士 我周大勇要报答你 那你想怎么报答我呀 我还没完全想好 等想好了我就告诉你 周营长 给商员输血 抢救商员的生命 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会做的事情 其实当时有好多人 都想给你输血 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血型 大家都没有输成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行动 而是我们所有人的行动 这件事情 您也不要放在心上 无论是谁 只要是他需要 我都会把血输给他 可我身上毕竟流的是你 泄护士的血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跟我说这些了 我一直都没想好怎么说 要不是 要不是 要不是什么 你放心 等我想好了 我马上告诉你 来 这几个笨蛋 怎么还不来 哎呀 咱来早了 来早了 你那个腿不来早能行 我把拐头丢了 你还不放心 你还不放心 你 我把拐头丢了 我去吊队啊 放心吧 来 来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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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也来了 啊 你那个腿能跟上路吗 啊 云总 我来跟上 你给我回去 叫你回去就回去 回去吧 那个手柄看见了吗 待会儿听我命令 一个结一个 从这边绕过去 哎 营长 万一被发现咋办 那就被他干掉 干掉 不是真干 滚起来就行 得明白了吗 未必 行动 但是路上 行动 你说 咱就说你想的 这药还还不好 当然要好 为生园啊 就咱卫生园那 就咱卫生园那几片药面 那它挂啥用 这早知道 刚才从医院多拿出去 还就好了 对啊 你不是老说 这不大不把握的账吗 你干这事弄来 你行了你 你住了几天医院 还住得会说话呢 车到身前必有路 回来不对咱想办法 医院 什么人 不想活了你 周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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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们要去哪儿啊 谢伙师 你们跟医院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这么走了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院长不同意我们走 这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院长不同意你们走 你们就用这种方式走 你认为这样做对吗 不对 但只能这么办 如果我不同意呢 谢伙师 你看我们都已经出来了 你就不能 营长 不如 咱把谢伙师捆了算 有这种可能 不行 你们不能捆他 我看谁敢 小诚子 你连营长都不认了 营长 谢伙师把药都给你们了 送过来了 你们不能捆他 药 你看 谢伙师你 你原来是给我们来送药的 你们用这种方式走 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了 如果不换药伤势加重的话 那犯的错误就更大了 那犯的错误就更大了 你们自己多保证 你们自己多保证 谢伙师 你放心 我们不会有事的 同志们 走吧 等等 拿着吧 谢伙师 我周大勇 会报答你的 我周大勇 会报答你的 就算是 你不认识 你能够答我的 你能够答你的 你这种方式 就算是你不知 你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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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不知 营长 我的代理营长就此自动解除 下面 请营长讲话 同志们 这一分开都一个多月了 我发现咱们又添了很多新战士 好 非常好 这一个多月 我人在医院 可我心里惦记着大家 惦记着咱部队 有的战士说 只有跟着营长打仗 那才叫结恨 只有跟着营长出风 那才叫痛快 现在 我周大勇又回来了 我又要带着你们 去打仗 去冲锋 同志们 我们独立营 是一支野战部队 是正规矩 我们的任务 就是要打主攻 就是面对面地和敌人作战 上级 从来都是把最重要最危险的任务 交给我们赢 现在 野司就交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 从无谱串口渡口 为作战部队运粮食 大家不要小看运粮食 打榆林的时候 我们就运过粮食 人是铁 范是钢啊 没有粮食吃 固队是没法打仗 更别提打胜仗 所以我们任务完成的好坏 那直接关系到 能不能打胜仗 同志们 你们说我们的任务重要不重要 是 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 有 好 那就要拿出打主攻的气势来 出发 张国分 一步 走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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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当教导员了 想当营长 休想 祖席 坐吧 来啊 好 什么事吗 事先有三 第一 主席修改完成的中国土地法大约 我看过了 我没有意见 同意发表 我也看过了 也没有意见 这是新中国的雏形啊 我看 可以再写一篇文章 与中国土地法大约同时发表 明确我党我军的基本政策 明确我党现阶段 达到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和任务 好吧 我来写 好 主席啊 我看你就写一篇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吧 把这几个内容全都放进去 好吧 还是我来写 原来啊 你接着说 第二 彭老总他们攻打青剑七十六师 以节节尾声 即日即可简节战斗 另外 王阵王世泰他们 也已完成了对韩城的猫威 即将开始回程 吴宗南已经彻底失去了主动权 我们在西北战场决定性的胜利 就要到来了 彭老总他们提出的 由教导旅和新势力组建 西北野战军第六纵队的报告 可以批复了吧 回复 军委同意他们的意见 对 第三件事呢 第三 在我们的部队里发生的 个别战事 抢老百姓的东西 调去父母的现象 岂有此理 太不像话了 要告诉下面部队 对于此类严重违反军机的行为 绝不能姑息手软 不管什么人 有一个查一个 不但要处理当事人 对于单位主观 也要做深刻检查 主席 部队纪律下滑 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主要是解放战士 在基层部队 占得比重太大 有的单位 都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 这不能成为破坏军机的理由 陈北新华广播电台 现在播送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 现已大举反攻 南线我军已向长江流域进击 北线我军已向中长北宁两路进击 我军所到之处 敌人望风披靡 人民欢声雷动 整个敌我形势和一年前比较 已经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 本军作战目的 已经宣告中外 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而在今天 则为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打倒内战祸首 蒋介石 组织民主联合政府 建议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 中国人民 为了自己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 统日本帝国主义 英勇奋战了八年之久 本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 我们现在担负了我国革命 历史上最重要 最光荣的任务 我们应当激起努力完成自己的使命 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 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 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 依靠我们的努力来决定 大灵 你回来吗 大灵 你回来吗 这不是 那个所谓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吗 大灵 你也听了 供党的宣传 夫人听后有什么感受 非常具有鼓动性和号召力 这是毛泽东的手臂 这是毛泽东的手臂 唉 清简一诈 七十六师全军覆没 连市长廖昂也被捉了去 紧接着又丢了韩城 我现在 只能调第一军回放关中 确保西安无语 让刘勘的二十九军 独立支撑陕北的军事了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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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新闻哪 这么认真 毛独子 这可不是什么新闻哪 这是今年三月二十四号 打青化编的时候发生的事 王成德把它写成了文章 《解放日报》刚刚发过 非常感人 很有教育意义啊 省北一家人 这篇文章我早就看过了 原来的题目叫 《一个老汉的战争》 是王成德的手稿 后来王成德啊 根据事情的发展 又做了重大修改 现在终于发表了 怎么这么久才发表 是因为这个李大爷没有找到 后来有个叫谢方玲的女同志 一直在找 结果找到了 李大爷又不愿意开口说话 谢方玲同志 用耐心地护理了很长时间 后来终于开口说话了 这里还有好多事 你好好看看 陈总 谢方玲 这个女同志啊 跟州副主席也很熟 曾经在总部医院和交集处工作过 是个非常认真 非常敬业的女同志 是啊 这个谢方玲 我也很熟啊 他拦过我的马队 闯过我的办公室 还当面批评过我 还真有这事 是一个很有敬业精神的好同志啊 我们共产党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有这种百折不挠的敬业精神 你看啊 部队作战 指挥员到前线去侦查地形 研究制定作战方案 没有这种敬业精神 那是不行的 我们的革命事业啊 就是要靠一大批 这样有敬业精神的人 才能完成的 但是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啊 首先 就是要解决 理想和信仰问题 你看啊 我们西北野战军 有今年三月份的两个纵队 有两个旅 两万六千人 那么现在呢 增加到了五个纵队 七万五千人 我们凭着什么呀 不就是凭着革命的理想和信仰 凭着对革命事业这种敬业精神吗 庞总 军委电报 好 好啊 中央军委批准了我们冬季证训的报告 好 今天我让大家唱个大 三大纪律发生一句 一会儿我唱一句 你们跟我唱一句 听见没有 是 好 唱 歌名军人 哥哥要老鸡 唱 歌名军人 哥哥要老鸡 三大纪律发生主意 三大纪律发生主意 第一一切 行动停止恢复 不掉意志 才能得胜利 唱 第一一切 行动停止恢复 不掉意志 才能得胜利 李团长 有个事情不平的 什么事 说 啥叫个不掉一致 又咋样才能得胜利呢 对啊 就我们在国军的时候 不得责不整齐还要挨打呢 可最后也没有取得胜利啊 这个不掉一致啊 这个不掉一致就是 一切要听指挥 只有听指挥 才能得胜利 知道吗 我们在国军的时候 你不听长官的话就要挨打 听长官的话打的都是败仗 这又是咋说的 对啊 这这 这个反正歌词里都写了 就这么写的 你们就跟我这么唱就行了 长官 不许叫长官 同志哥 叫我班长 班长 你不把道理给我们讲清楚 那我们唱了也是白唱啊 对啊 你 起 出来 你叫什么名字 王宝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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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你们都是解放战士 一个个身上毛病比较多 啊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 我们身份怎么了 难道比你低一头吗 就是啊 你这不是瞧不起人吗 女孩子他哥也是解放战士 人家战等英雄呢 咋子好吗 安静了 安静也是解放战士 说起碰什么 咋回事嘛 咋回事嘛 咋回事 说起床 说起床 你也等一点 是 醉 醉 还有你 醉 这次素股三茶运动 主要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素股阶段 第二个阶段三茶 第三个阶段 就是要展开群众性的练兵运动 三个阶段都很重要 各连队要结合自身的特点 重点放在对解放战士的教育 和觉悟提高上 咱们赢啊 齐成以上都是解放战士 各连你们这些老同志 要充分地发挥作用 帮助这些解放战士 尽快地提高思想觉悟 我们一连有个解放战士 叫王宝才 这个人有一些来头 曾经当过土匪 他在解放战士中 很有号召力 他一走到哪儿啊 就会有一群解放战士跟着他们 我怀疑 他们在搞什么地下活动 地下活动 哦 这个王宝才我知道 平时表现还不错 做起事情来肯处理 也挺能吃苦的 能吃苦不能说明啥 那张连珠打仗还受过伤呢 那不照样是反动透顶 黄宝 推出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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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a 炸 炸 废老三 来 来 炸 好 exca 炸 炸 炸 车 你的 gid 老虎哥 他还挺厉害的 小子 有两下子啊 把你那劲朝我身上使 王班长 就问你大名 我俩随便玩玩 不想惹事 你跟他玩 不跟我玩 瞧不起我是吧 跟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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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王班长请教一二 废话 来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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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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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追来 老老五 退下 你叫什么 王宝财 就是王宝财 来人 把他给我捆了 好 老实着 大勇 营长 不能捆人 大勇 老虎说得对 不能随便捆人 松开 我 赵导演他 你们都搞什么名哪 赵导演员 把自己都带回去 帮他留下 是 一点精神 给 营长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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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不能听教导员的 你就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来个杀鸡给猴看 好好地教育教育他们 行行行行 你先检查检查你自己 那不是你让我带着他们拉歌的吗 你连步调一支才能得胜利 你都讲不清楚 那说明你就没训好吗 那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咋回事 教导员跟你讲的时候 你耳朵睡觉去了 教导员讲了吗 这王宝财 这王宝财 还真成个人物了 王宝财同志 你是哪人 专家族欠阳 躲着员的 听说你当了几年的土匪 三年 你能告诉我 你胳膊的伤势怎么来的吗 烫的呗 烫的 用什么烫的 火钳子 火钳子 谁这么狠毒 用火钳子烫人呢 村里的地主 这么说 你也是受苦人出身 穷人 人穷没啥本事 来 坐下 我还是站着吧 当了解放军 就得懂解放军的规矩 来 坐下吧 《山丹丹》 登与大海的城 山丹丹与大海拐桌 山丹丹丹丸 水里头那个情不过 爱情不过人和水 花里头那个红不过 爱红不过山淡淡 天的笑那个红不过 爱红不过 爱红淡淡 无辜里那个香不过 爱红淡淡 天儿的小米花 十三年那个星天又 爱哟哟哟 爱唱红了年阳天 心里头咱不能梦里是爱 看来海十年 Zither Harp